為了讓幼兒在運動中學習團隊合作 由伊甸基金會主辦南農中山兩個非營利幼兒園 以及基隆中心三個單位協辦的 隆中道頂來親子運動會 在南農國小熱鬧舉行 包括伊甸基金會董事長陳宇昭 合作金庫證券總經理翁國良 以及基隆市長謝國良和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委 都親自出席參加 市長謝國良除了感謝伊甸基金會之外 也宣導基隆市政府推出的 基隆親子照顧平台這項措施 歡迎有需要的爸爸媽媽可以多加利用 我們基隆市開發出一個新的Line App的帳號 名字叫做基隆親子照顧平台 搜尋的時候搜尋基隆親子 這四個字就可以找得到 主要的功能就是讓孩子們跟家長在半夜的時候 在週末小兒科沒有開的時候 如果身體有不適的情形 可以透過這個Line帳號跟線上真實的醫生跟醫護團隊 來諮詢一些醫療相關的訊息跟需求 那這個我自己作為父親我也用過 我的團隊的爸爸們也用過 都覺得在半夜的時候小孩又不舒服 現場就有一個醫生可以諮詢 是一個有幫助的一件事 所以歡迎爸爸媽媽媽們有空可以加入 上面也有衛教資訊可以多多使用 這也是我們希望能夠更協助到家長的地方 那再次的感謝醫店陳董事長跟團隊們 舉辦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散播愛 散播更多好的種子到社會各個角落 再次的感謝 抱抱抱寶貝 我們踩個圈 肌動市議會議長同志位除了開心 和小朋友一起跳舞互動之外 更感謝醫店基金會25年來在肌動的耕耘和付出 基隆生起更友善而健全的社會福利機制 輔助機制 打下溫暖又堅定的基礎 是我們基隆市的楷模 也是我們基隆市議會永遠學習的對象 這位小朋友家長們 共同見證使客 表達我對醫店最誠摯的敬意 不只是今天的親子園優惠 醫店對我們基隆市民的照顧 從幼童到長輩 到我們弱勢的身心障礙朋友 從幼兒園到日照中心 到B2商店與職業訓練中心 無所不報 真正的愛沒有界限 我也每一個地方都去過 我認為這件事就是 幼兒教育裡面 有一個倉仿跟楷模的一個標章 教育是希望的工程 尊重多元 共榮友善 從小扎分 我們一定會以E甸 還有E甸追尋的愛與包容 這個價值很同行 E甸基金會表示 希望藉由這次親子運動會 將早療服務經驗 延伸到各個活動中 不僅從中觀察孩子們的發展 更可以藉此拉近親子間的距離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以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